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東州網鬼靈精貴頻道 我是主持人阿威 今天我們繼續請到 Scheiss 今次講一下原來阿菱姐做粵劇時 都遇過很多奇怪的事 是呀 粵劇真的有很多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也有 聽到其他的同行也有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話說當年我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為八和會館籌款 同行當年有哪幾個呢 有三個生 一個蛋就是我 花蛋的蛋 林家昇先生 升哥 梁漢威先生 威哥 還有吳千鋒先生 兒子哥 三個一起去 威哥說不用怕阿森 他和他太太去 他說我讓我太太和你睡一間房 不用怕阿森 因為同隊的除了他太太和我 是女性 回到入房間 那時未流行手提電話 我就用酒店電話打回家報平安 我現在已經到了 甚麼事都沒有 很正常 因為那時我們去 不會一個氣箱運過去 費用很大 和人籌款當然輕一點 打軟包 即是你做幾套 戴幾套衣服 三個戲就三套衣服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長的正邊頭粒 花蛋是有的 我又不想在尾端曲 放在暖水壺裡 凍起它 是 真是很恐怖 但我們是習慣的 不怕的 好了 睡吧 睡覺覺覺 在窗門拍我 我落了簾 醒來看著它 正確有一個吊燈 有冷氣機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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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我真的在那時 我拉不拉開課簾 看又不看又怕 不看又怕 於是我立即打電話 我問你們是否有人擦玻璃 那時很晚 於是她說不通 我剛才打電話 去報平安回香港 但那時完全沒有了一條線 打不到 那沒辦法 我又不可以出去 換了三個睡覺 那我就睡了 那時有一套電影 叫《和尚失意》 日本電影 就貼著耳朵 不要讓它搞到我 但我眼尾是看到 我的長的頭粒 加著一長的水袖 我打側睡 就掩著耳朵 看著它在那裡飄一下飄一下 在那裡灑水袖 那麽害怕 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真是不騙你 那也沒辦法 第二早起床 我打側睡覺 我打側睡覺 我十七樓高 但對著一間廟 在下面 人家說廟很厲害 真是 這件事你怎樣解救 對嗎 但到我起床時 頭粒又放回原位 真的沒有動過 真人真事 真是 真人真事 你同房不是有 就是它騙了我 你真是很醒目 就問這句 因為威哥原來他在那邊有自己的親戚 都未確認,他就一時離開了 星哥是男人,兒子哥是男人 好像黃艷叔也是男人 那我找誰 所以就只有你一個在這個房間 嘩,很厲害 為甚麼,傻心姐 啊